由此一说 想象你和一千三百年前的唐朝诗人 于良史一样 受到美好的春光召唤 到山里寻幽仿盛 游览欣赏 不知不觉月上东方 才想到了该回家了 你害怕吗 山里夜晚会不会出现野兽 你走到西边 双手捧起清水 月光摇晃在你的掌间 夜色中你穿过树丛 抚弄花朵 那香气熏满你的衣裳 你怎么像桃渊明 桃花园记里的鱼人一样 兴致一来 就忘了路的远近呢 因为舍不得这春天的 芳草鲜花呀 这时候寺院的钟 逛逛逛 你望向声音响起的南方 那浓密的青绿深处 应该就是楼台了 要不要往那里走去呢 这山里的奇妙经验 于良史写成了春山夜月 这首诗 注意到了吗 不是月夜 是夜月哦 整首诗里 虽然月这个字 只出现了一次 却始终伴随着 在山里夜游的人 无论你是困惑 迷茫 畏惧 兴奋 抬头见月 它给你安慰的力量 这一生 找到如月亮一般的 安慰力量 朝着声响的方向 走过去吧 我看叶佳颖老师的 纪录片 重读 于良史的 春山夜月 这首诗 好像明白了 影片题目叫做 居水月在手的含义 说起来 我本来算是 叶佳颖老师的 在传弟子 我上方雨老师的课 经常听到他 提及他授业于 叶佳颖老师 叶佳颖老师 不但讲诗词 精彩动人 他能创作 能研究 活着也像一首 曲折婉转的诗 1990年代 台湾解言 神秘 神秘而高远的 叶佳颖老师 终于可以回到 台湾大学 即使那时 我已经是研究生 不能够选修 叶佳颖老师的课 还是 应挤进 爆满的教室 厚着脸皮 和学弟 学妹们 抢座位 亲身接近 做 叶佳颖老师的弟子 读 叶佳颖老师 用西方文学理论 讲 唐宋词 思想大开 用心理学 精神分析 谈中国古典小说 我在 叶庆平老师的课上 讨论过 没有想到 文化符号 也可以对应 传统诗词 上叶佳颖老师的课 契笔记 是考验 国学程度的 一大难事 叶老师 富四饱满 诗词典故 张口如汪洋大海 有时候 我写了几个字 便无以为继 叶老师 又号 跑野马 上天下地 旁征薄影 十万八千里的 野马跑下来 我只有放弃追逐 听并静听 这未尝 不是一大享受 我曾经担任过 中文系系学会的会长 带领同学们 参加过全台湾的 大学中文系 联合诗词迎唱比赛 自己也穿起改良版的汉服 现唱 对于诗词迎唱 我并不陌生 有一次 叶佳英老师 说到迎送 诗词的音律之美 要靠声音表现 他突然变得很害羞 问我们 要不要听他示范 大家当然热烈鼓掌 叶佳英老师 要我们别盯着他看 他拿着讲义的纸张 扮演着脸 轻柔地迎送 忘了那天 迎送的作品 最深刻的印象 是他坚毅的外表 内心里是文学 才能够触及的 纯真灵魂 后来 我任职于中央研究院 有一年 请叶佳英老师来演讲 他被热情的街机人群 促勇欢迎 等到办理旅店入住 才发现 放证件的随身皮包 不知道被谁接手了 我急忙打电话 给桃园国际机场追查 幸好 第二天找回来了 观赏 居水月在首 电影对于观众 有一定的难度 陈传星导演的 影像叙事方式 向来富含个人特色 不甘于直线诉说 主人翁的生命轨迹 穿插了古人 和叶佳英老师的诗词 时而搭配 佐藤聪明 谱写的杜甫秋星八首和吟唱 情绪沉郁厚实 试图用四合院的空间结构 来讲述时间 从大门 卖房 内院 庭院 到西厢房 最后 第六段 没有标题 难归难 观影 仍然 有异趣 叶佳英老师说过 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 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 我有责任 把它传承到下一代 如果我不能把这些美好的东西传给下一代 我尚对不起古人 下对不起来者 这也是我奉行的信念 放开心思 也许 你本来只是想要居水 双掌捧起水 却在逐渐渗漏出指缝之际 看到了映照的文学辉光 倒过来看 月在你手 只待你居水一探 我是依若芬 为您读我的散文 居水月在手 我依若芬